我娶了杀父仇人的女儿 她的漂亮脸蛋 名动京城 医术高超 且打理中愧紧紧有条 人人都道 娶妻当如此 然而 他们不知道的是 杀父仇人一家老小 早已死于我的剑下 包括她的独女 我携顾婉回城那天 城中万人空相 人人都想看一眼 前任兵部尚书的姑女 是何等模样 值得陈小将军 聚了与郡主的好姻缘 也要与之成婚 我骑马在前 顾婉乘车在后 马车拉着连 将顾婉遮得严严实实 来围观的百姓有些失望 但还是久久不愿离去 人群中 胆子大些的姑娘 将果子包在丝帕中 远远地丢过来 果子置在车上 丝帕落在我的马鞍上 一时间 颇有些智果迎车的意思 一颗莓果 撞开了马车的沙莲 顾婉那张漂亮的脸蛋 就这样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莓果的枝叶 浸润了雪白的沙莲 似白雪中一点霉 而顾婉那张脸 肤白似雪 唇红盛眉 柳眉下 一双秋水目 人群变得越发嘈杂 此等美人 也难怪小将军 要用战功换赐婚 可惜 家境没落 比不得郡主 若是娶郡主 那可是颇天的富贵 小将军战功赫赫 靠自己也能顶天立地 怎会像你这般 天天想着吃软饭 小姑娘家家的 懂什么 战功越是显赫 前路越难走啊 你是不知道 陈小将军的父亲 杀千刀的 你怕是脑壳发昏了 在这说些什么呢 你就不怕 嘘 莫要再多言了 我骑着马 缓步向前 那些窃窃私语 也随之落在了身后 行至马车旁 我轻轻扯了一下缰绳 马放慢了脚步 然后 我伸手将那白色沙帘 重新拉上 人们无嘴偷笑 只当我是藏娇 舍不得美人让别人看去 实则不然 这张漂亮的脸蛋 藏着太多的秘密 我不愿让别人看去的 是这脸蛋中的秘密 我是在流明堆里 就在这时候 我带兵来此住房了 知府松了一口气 这城中原有的兵力 只怕是连两日都抵挡不住 还好你来了 我听完不禁笑了 皇上给我的兵尽是老弱 这城想靠我那点兵守住 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去了城外的流明聚集点 邪这儿的体壮女性 邪妻儿老小 且体壮的男性 可以携家人进城 其余的 请来领上三日的干粮后 速速离开 我让部下贴了告示 并派出一队人 到流明堆里 宣布了这一决定 有资格进城的 眉开眼笑地 带着七小往城里去 没有资格入城的 虽颇有怨言 但看着周围的士兵 也不敢造次 我虽是独身一人 但略懂医术 可否让我进城 那声音我十分熟悉 是顾家女的声音 我寻着声音望去 虽做男装打扮 且脸上尽是泥灰 但那是顾家女的脸 我盯着她 握住了剑柄 她似乎也注意到了我的视线 转头过来看了片刻后 她将脸上的灰用力擦去 高声叫道 陈起 陈将军 顾婉 是你吗 我用略带吃惊的口吻问道 她使劲点了点头 脸上尽湿泪 于是 我将她带进城 又换来婢女 为她梳洗更衣 陪她用饭时 我问起了 她这些年的去向 她泪眼婆娑地讲了起来 她说 顾家还乡后遇上山火 一家人尽数被烧死 只有她逃了出来 被一对行医的夫妇所救 收为养女 只是 她被烟尘熏坏了脑子 没了记忆 隔了近十年才想起 自己是前任兵部尚书顾与唐之女 可惜如今已物是人非 而后被匪患所累 她与养父母成了流民 到处奔投 如今 养父母也已饿死在路上 只有她孤身一人漂泊于世 我知道她在撒谎 但还是面色凝重地 拉住她的手说 娃儿 这些年你受苦了 进入城中的流民 被我安置在了一处空置的马场 在他们吃饱喝足后 妇如被编入城中军需后勤 壮年男子则被编入队列 在老兵的带领下 学习简单的武器使用 几天后 匪军攻下了百里外的乌阳城 在将城内涂漏一番后 他们直奔我驻守的碎城 我将乌阳城的惨状 张贴于城内 然后加紧备战 匪军临城 杀生四起 我在城墙上 死守城门 一番敖战后 尸横遍野 我险胜 守住了这一方城 我的肩上被砍了一刀 皮开肉绽 顾碗寻来主飞过的针线 贤熟地为我缝起了皮肉 针脚比军衣还好些 他为我包扎的间隙 我抬手 将他垂下的一缕发丝 揽至耳后 娃儿 你我就是婚约还在 回京后 你可愿嫁我 顾碗手上的动作未停 片刻后 他答道 好 我愿意 几日后 我以军功换赐婚 带顾碗回京 临行前 我将流明军的领队 假声换来营帐中密谈 然后遣散了城中流明 回将军府的路途中 府里的家丁 却急匆匆来报 说常乐郡主在将军府里 我的贴身小丝凑过来 问我要不要让顾家姑娘避一避 只怕郡主来者不善 我摆了摆手 带着顾碗静职 回了府 我还未进府门 常乐郡主李玉 便带着一众吓人和护卫 气势汹汹的 从正厅的方向走来 我向他行礼 他没有理我 而是指了指跟在我身后的顾碗 随后 他带来的两个高壮婆子 便上前将顾碗拉了出来 抬手便是两巴掌 顾碗似是被打得站不稳一般 摔倒在地上 他扑在地上 抬头看我 嘴角带血 脸上一片红肿 我上前将顾碗扶起来 护在身后 郡主这是何意 李玉冷笑一声 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郡主默契 此事确实是我的错 但我绝无羞辱郡主之意 我与顾碗乃是娃娃亲 只是先前他下落不明 我以为此生在无缘相见 便没有与郡主说明 我躬顺地跪在地上 低着头 弓着腰 像一条老狗般 李玉向来喜欢我顺服的模样 过去我服侍他时 也是这般跪着 任他践踏 他冷哼一声 一脚踹在我的肩膀上 我泄了力 任由他踹 踹了几脚 他似是不过瘾 手一伸便有蒲丛递来鞭子 这是宫中驯马的鞭子 细软的鞭上 密布着细小的道刺 每一边都会带下皮肉 再列的马 被劈头盖连打上一番 也就驯服了 将你身上那些碍事的东西拖了 李玉冷冰冰地命令到 于是我吞了上身的甲咒和礼仪 任由那鞭子落在我的皮肉上 我肩上的刀伤还未好 李玉挤鞭子下去 顿时伤口崩开 血流如注 但李玉并不在意 他越打越用力 每一下都打在站开的伤口上 不要再打了 再打下去 他的手就废了 顾碗扑过来 挡住了落下的鞭子 那鞭子便落在了他的脸上 李玉一脚将顾碗踹倒 抬手扬鞭 便要朝他继续打去 我起身 一把抓住李玉持鞭的手 你给我放开 李玉怒气冲天的吼道 我盯着他没说话 手上继续用力着 他受不住痛 鞭子掉在了地上 旁边的蒲丛巨茧 被他一脚踢倒 随后 他仰起另一只手 给了我一巴掌 陈琪 你再不松手 我要你好看 要你全家好看 李玉指着我 指尖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 郡主 陈家只有我一人了 倒也不必叫我全家好看 我松了劲 淡淡达到 李玉自觉失言 瞪我一眼后 用力甩开了我的手 走啊 回去了 李玉气呼呼地走了 那一众仆从 也跟着他 乌泱泱出了将军府 顾完脸上那一道鞭痕很深 血护了半张脸 我用煮沸后冷却下来的温水 为他清理着血子 到了包扎时 我有些无措 说道 府里的窗要会留疤 顾完接过包扎的纱布 自行处理起来 留疤也无碍 还是说 有疤将军就不洗我这张脸了 我摇了摇头 说道 玩 无论你什么样 我都是喜欢的 说这话时 我的手有些抖 无论顾完什么样 我都会爱他吗 可是 顾家女的骨饰 就在这将军府的暗室之内 我日日清扫 却从不敢正视 顾完包扎好脸上的伤后 起身想要为我处理肩上的伤 我拒绝了 你好好休息 不必管我 随后 我草草处理了自己的伤口 进宫面上 几轮你来我往 在确定了我仍是忠心耿耿的狗之后 高高在上的帝王 刺下了封赏 我叩首谢恩 然后说道 陛下 常乐郡主闯入微臣府中 打伤微臣的未婚妻故事 恳请陛下允臣请吴太医 为故事诊疗 高位之上的视线 冰冷且锐利 片刻后 那视线的主人说道 请太医之事振允了 常乐郡主那边 正会命人查明 还你一个公道 朕也乏了 你且退下吧 是 微臣告退 我公身退了出去 然后去太医院请吴太医 吴太医专经外伤 过去宫中贵妃不慎划破脸 经吴太医诊疗后 一点八也没留 我带着吴太医 匆匆回到府中 却四处寻不见顾婉 过了一会 丫鬟才来报 说顾婉正在后厨 我有些着急 你们怎么不拦着 她才受伤 怎么能去后厨 丫鬟怯怯怯地说 顾小姐非要去 我们拦不住 我叹了一口气 正准备去后厨寻顾婉 她却端着两碗药进来了 你回来得正好 我煎了药 来喝了吧 吴太医在一旁嗅了嗅 赞叹道 姑娘这要配得高明 可见医术高明 顾婉笑应地说道 先生谬赞了 我只是粗通医术 吴太医摸出一罐药膏 说道 顾姑娘医术精湛 老夫也不再次献丑了 就留这一罐老夫调制的 白玉生鸡膏给姑娘 每日一次擦在伤处 必不会留疤 说完 吴太医便起声道辞 顾婉同我将其送上来马车 临行前 吴太医还和顾婉谈论了一下药方 一副相谈甚欢的模样 回到房间里 桌上的药已变温 我问顾婉 药有些凉了 可要再热一下 不用 这样刚刚好 真的完全不同 快喝啊 怎么还在发呆 顾婉将碗递给我 我连忙接住 一口喝下 没想到那要苦的吓人 我一下皱起了眉 这个方子是有些苦 但良药苦口嘛 他一边说着 一边从袖中拿出一个小纸包 翻出一块蜜饯 塞到我嘴里 我含着蜜饯笑了 嗯 良药苦口 他将桌上的碗收作一落 踏出一步后顿了一下 又将碗交给了一旁的丫鬟 然后转身对我说 下次给你换药方 换得没那么苦的 不用换得 这和蜜饯一起吃 很甜 合着你是贪图我的蜜饯呢 这是我自己做的 下次分你一贯吧 他有些俏皮地眨了眨眼 像一根柔软的羽毛 落在我的心上 留下些许的痒 不久后 朝中传来消息 李玉被皇上罚奉禁足了 他出不了府 便命人送来一捧 用带血的礼仪所包裹的断发 那是我出入郡主府时 被他剔下的发 被他扒下来的衣 他曾用剔刀 将我的眉语发尽数剔去 一通抽打后 又将我的衣服扒去 让我赤裸着 跪在郡主府的雪地里 他喜欢一个人的方式 便是将其踩进泥里 看着那对碎发和礼仪上的血 我笑了 然后对一旁的侍卫说 拿去给管家 让他收到库房里 顾安缓步走来 先侍卫一步 接过了这一团东西 不要碰 脏 我想上前去抢 顾安侧身躲过 不脏 这东西先放我这把 之后再还你 说完 他便抱着那一团东西走了 后来 他也确实把东西还我了 断发被整理成一束 装在一个精致的香囊里 李一被他洗去了血字 仍有痕迹的地方 被绣上了玉兰花 污泥般的过往 所留下的痕迹 被他抹去了 上面只欲一抹 毒鼠他的药箱 我将李一和香囊 收入衣橱 便如寻常衣物配饰那般 不时地拿出来穿 顾安脸上的伤 一日日淡下去 我与他的婚期 也越来越近 顾家那荒废旧宅 被收拾出来 顾安带着蒲丛住了进去 准备从顾家旧宅出嫁 顾安对顾家旧宅很熟悉 我陪他回去时 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着 这宅院中的种种 不过 他或许不知道 顾家独女 在这宅院中居住的时间极短 顾家女又是多病 大段时间都是在山中 别院养病 年纪大些后 顾与唐辞官回乡 顾家女也随之去了南方老家 真正的顾家女 本不该对顾家旧宅如此熟悉 熟知顾家情况的人 偷偷翻墙进来 再次遇到你 还把你吓哭了 你可还记得 我指着后院池塘上的小桥问道 顾安愣了一下 说道 将军 而实的是 我记不太清了 这些年流落在外 许多事都忘了 我点点头 将其抱入怀中 你受苦了 以后我一定好好待你 顾安窝在我的怀里 似是在哭 我就这般抱着他 抚摸着他的长发 心却如一团乱麻 那年 我偷溜进顾府 想要杀顾与唐 却在途中遇见了顾家女 我斩下他一块衣角 他没敢与顾家夫妇说 但从此之后 他见我就如臂猫鼠 真正的顾家女 又怎会不记得那次相遇呢 离开顾家旧宅后 我去了兵营 我虽在被昏 但军中事务离不开人 在京中的大半时间 我都住在兵营中 我刚至营帐外 守卫便来报 说新调人的南大营统帅 在营帐内等候已久 南大营的统帅 这兵营曾是陈家军的大营 但昔日的陈家军 早已被打散 兵营中的兵马 时时调动 早已是兵不时将 将不时兵 迈入营帐 看清来者面容后 我这才有了头绪 周叔 许久不见了 我面露喜色 有些兴奋地快步跑上前 周叔是我父亲的老部下 父亲离世后 他对我很是照顾 但陈家军被打散后 他便掉西北任职 所以 我与他已多年未见了 我与周叔寒暄一番 又聊了聊军物 而后 他突然面色凝重地看向我 说道 我一进京 便听到了你和顾家女的婚讯 启儿 当年顾与堂对你父亲所作之事 虽说被梁王遮掩下去了 但你不可能不知 即便如此 你还是要娶他的女儿吗 我沉默了片刻 答道 顾家已尽数死于山火 唯有顾婉逃过一劫 还在外流落多年 若说因果报应 也已全数印在了顾与堂身上 顾婉是无辜的 我与顾婉本就是娃娃亲 如今他孤身一人 我不能弃他于不顾 周叔叹了一口气 也罢 顾与堂已死 再大典仇怨 也烟消云散了 祸不及妻儿 你们作为小辈 也不必困于父辈的恩怨之中 是我糊涂了 我留周叔在大营里吃了午饭 又陪他在大营中转了转 临别前 他塞了一个玉佩给我 妻儿 这是你父亲当年给我的 你拿着做个念想 再过不久 我便要随大军开拔 去轮换南边的驻军 天高露远 此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你 周叔的脸上尽是伤感 我下二时那抱住了周叔 一定会再见的 周叔拍拍我的肩 好 咱俩多多保重 定会有再见事 迎亲那日 漫天飞雪 天气虽冷 但路旁来看热闹的百姓很多 迎亲的队伍 像白雪中的一条火龙 敲锣打鼓行进着 城中一派热闹景象 我骑着高头大马 横穿半个城 迎回了顾碗 喝完合景酒 我先开了顾碗的盖头 直至此刻 我都觉得自己是在演戏 对着已不在人间的顾家女演 情根深重的戏码 只是 看着红烛下的顾碗 我仍有刹那的恍神 那不是演的 我抓住了她的手 问道 告诉我 你是谁 顾碗看了我许久 答道 夫君醉了 我是顾碗 好 你是顾碗 我抱着她 倒在床上 鸳鸯交警 背番红浪 她自然是顾碗 嫁我之人 也只能是顾碗 等待她回答的片刻 我怕急了 怕她说出真相 戳碎着虚假的瓶颈 好在 她没有 那一夜 我梦见了顾家女 真正的顾家女 那年 我刚刚开始学舞 走哪 都提着一根棍 时时比划 顾家为女儿摆满月酒 我跟着父亲赴宴 顾与堂抱着个 粉雕玉拙的小团子出来时 众人忍不住惊叹 这般好看的小孩 确实少见 我心中一喜 说道 顾伯伯 我给妹妹耍套棍 图个彩头 顾与堂笑着说好 我便跳上院中 搭好的戏台子 将棍子捂得生风 那小团子看得直乐 不停地拍手 众人 接夸我将门胡子 我方才意识到 今日主角是这小团子 我抢了她的风筒 我连忙跳下台来 父亲看我 扫眉搭眼的样子 不禁哈哈大笑 那时 父亲与顾与堂关系很好 半开玩笑地和她说 要订个娃娃亲 顾与堂也笑着硬了下来 而后 顾家女体若在顾家别装养病 我便时常去看她 起招家中跑得最快的马 就是将带回来的各色补品 大包小包往顾家送 她一点点长大 追着我叫哥哥 那时候 我以为等她长大成人 我就能顺顺利利地将她取进门 我与她都不知道 命运会让她死在我的剑下 从梦中醒来时 我的眼角有些湿 顾碗窝在我的怀里 睡得正熟 我换来侍女更衣 准备去兵营 出门前 我交代道 让夫人多睡会 你们都别扰她 早饭放锅里温着 待她醒了再送过来 陈家救我一人 没什么心腹的规矩 让她多睡会也好 军中是多 我时常要往兵营跑 家中种种 便尽数落在了顾碗身上 我陪她见过府中的管事 填庄的庄头后 便让她从老管家手中 接过中会 学着当家 她也没有什么怨言 只是劝我在军中 不要太过劳累 不久后 我发现府中有了大变化 过去我孤身一人 府中都是由老管家在支撑着 老管家年事已高 难免有不周到的地方 加上我常年不在府上 管事与仆从也越发懒散 过晚执掌中会后 府中一改往日模样 她看似性子软和 但很懂如何拿捏下人 如何立规矩 府中吃穿用度 她都打理得紧紧有条 我们各怀心事 但也撑起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家 不久后 她在城中开了一家医馆 聘了许多医护之女 也收留了许多逃难来的孩子 医馆中 既看诊 也教医术 她不时过去坐诊 看些疑难杂症 时间一久 她声名远扬 每逢她出诊 医馆外便大排长龙 冬去春来 日子平淡如水 却总有变故 再现波澜 这一日 我刚踏进兵营 便迎来了圣旨 与圣旨同来的 还有梁王的儿子 李玉的双胞胎哥哥李树 圣旨上说 西北匪患见起 现将南方换防回来的将士 冲入剿匪军 混编后 组成新的部队 李树为主将 陈启为副将 即刻开始练兵 两个月后开靶 李树未曾领过兵 西北的匪患 也并没有到要派 京中大军去剿匪的地步 帝王全说 有时也可笑得很 李树上任第一天 便要来了军中名册 开始整编 南方换防回来的部队 是梁王一派 李树便将这些将领 安置在军中要紧的职位 我带回来的剿匪军将领 尽数被边缘化 有不服的将领出来说 整编也应当听下陈将军的意见 李树不屑地说道 陈将军曾是常乐郡主的护卫 受梁王府和常乐郡主提携 方有今日 他必然懂我这般整编的苦心 我没作声 冷眼看他点燃一个个将领 心中的不安和怒火 李树以为 这些剿匪军将领 都是我的人 都是陈家军留下的底子 可惜 陈家军早就散了 这些将领与我不过利益关系 他们服我 只是因为我不贪也不怕死 我让他们拿得到实打实的经营 作战时也不会缩在后方 而后 练兵一事 李树也懒去了 他说是练兵 实则是党同伐义 敲打不服他的刺头 不过短短几日 过去的剿匪军老将中 便有半数挨了法 我告了病假 在家中闭了几日 来找我诉苦 告状的将领 被禁术挡了回去 寻不到我 几位脾气火爆的将领 便闹到了兵部 兵部又如何敢寻梁王之子的错 太子病故后 梁王得势 皇上未在立处 但朝廷里 人人是其为准储君 实际上 李树若不是做得太过分 这几位将领 也不敢闹到兵部 几日后 李树与军中 一位老将起了争执 一番言语侮辱后 老将被气晕过去 挺了几天人就没了 听闻老将离世后 我准备去吊宴 顾婉子主动和我说 他可以去帮我安抚老将七小 同位女子 他去安抚更方便些 我便带上他一同去了 不久后 一首关于李树的儿歌 开始在京中流传 八皮树 七梁木 何古响 冤古响 李树与这些将领 这七子直接敲了明渊谷 这事越闹越大 闹到了皇上跟前 明渊谷一想 人人皆知 这皇城中有冤 即便是梁王 也不敢包庇李树 天威震怒 皇上摔了两个杯子后 便要割李树的职 梁王出来求情 劝皇上让李树戴罪立功 先去西北剿匪 回来再割职 皇上允了 但又命兵部重新整编队伍 以安抚京中这些旧部 兵部重新编排了名册 勉强平息了此事 但南方队伍倒嘴的肉飞了 一时间也颇有怨言 经此一事后 李树虽为主将 却也渐渐无法管束 本是梁王一派的南方队伍 兵部整编完队伍后 开拔的日期将近 我向皇上请辞 说自己先前剿匪所留 就伤未遇 恐复皇安浩荡 请圣上重新选派领兵副将 皇上和梁王本就疑心 我借李树之事揽拳 见我请辞 立马允了 皇上怕我揽拳 却也怕梁王是大 他千挑万选 又挑了一个靠英风 进了军旅的世家子弟 给李树当副手 这一对人马 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出发去 西北剿匪了 李树走后 我在深夜放飞了一只性格 顾婉从回廊走来 为我披上了披风 外面冷 回房吧 我笑了笑 牵住他的手 回了卧房 难得闲下来了 我在府中的时间多了些 顾婉除去坐枕的日子 都与我待在一块 我搜罗了许多市井画本 念给他听 他则是已在榻上 像只猫一样 天气稍暖些 便到了放马 踏青的时候 我骑马带上顾婉去了京郊 他不太会骑马 马一跑 他就紧缩到我怀里 攥着我的衣巾 夫人 这衣巾再扯 可就要坏了 到时候 我一不必提 可如何是好 我调笑道 他也没松手 仍旧是紧紧攥着 你骑你的 别多话 也是我不太会骑马 不然谁要和你共骑 我放声大笑 单手牵着缰绳 另一只手圈住他 将他紧扣在怀里 寻了一处空地 小四在草地上支了账 然后将带来的吃食放好 便退到远处 我带了一只紧鸢 与顾婉一起放 他拿着线轴跑了几次 都为成功放起来 便让我去放 我跑了几步 提线一抖 紧鸢便高飞起来 我将线轴交给他 他却扶着我的肩 跳到我的背上 你背着我 我们一起放 我反手勾住他的膝弯 将他稳稳地拖了起来 他拿着线轴放线 紧鸢越飞越高 我抬头看着那紫鸢 却有一丝心慌 突然 线断了 紫鸢乘着风 离了我的视线 哎 怎么就断了 这线可真脆弱 顾婉有些沮丧 他勾住我的脖子 将头埋在我的后颈上 一缕药箱将我包围 我将手紧了紧 想要将这一缕药箱 留在怀中 他春归来后 顾婉忙碌起来 他每天都待在医馆里 像是要将毕生所学 禁术交给医馆中的孩子一般 朝堂中 李树被匪军活捉的消息 引来一片动荡 朝中派出特使去与匪军谈 但除了搭上特使一条命 也没有什么结果 匪军不接受招安 也不打算放回李树 皇上膝下 如今只有梁王和一个 史称之年的五皇子 而李树又是梁王唯一的儿子 不可能不救 这些年 皇上为巩固皇权 不断将朝中将帅四处调换 眼下 除了我 满朝找不出第二个 能带兵去救李树 凭匪军的 皇上与梁王盘算了许久 最终还是命我为将 去救李树 出征前夕 顾婉将一件软甲给了我 这是我巡工匠做的 材质虽轻 但很坚固 我摸了摸那软甲 不似寻常材质 我将其收好后 拉住顾婉的手 说道 我留一对暗卫给你 他们是陈家养大的死士 恢护你周全 顾婉眼中的担忧显而易见 他犹豫了片刻 说道 我有孕了 我愣住了 片刻后 我欣喜地抱住他 真好 我要当父亲了 顾婉想了想 又道 我知道你有想做的事 就按你所想的去做吧 我会保护好自己和孩子 你也一定要保重自己 陪这个孩子平安长大 我看着他 点了点头 相信我 我一定会陪这个孩子一起长大 给这个孩子最好的未来 出征那日 顾婉想送我出城 我怕他劳累 在将军府外 就将他劝回去了 行军至成交 我被李玉拦住 我本该下马行礼 但我实在不愿和他纠缠 郡主有何事 军情紧急 我还需带兵赶路 不管用什么办法 你一定要将 我哥带回来 李玉脸上满是交集 人看起来也很憔悴 我答道 我自当尽力而为 李玉见我面无表情 又道 我知道你恨我 我可以道歉 就李树一事 请你一定要尽心 我越发觉得可笑了 郡主说笑了 我为何要恨郡主 我既然领命出征 便一定会竭尽全力 军情紧急耽误不得 恕我怠慢 先走一步 我扯了下缰绳 绕开了李玉 李玉却在那泥地里跪下了 过去是我做错了 我折辱你多年 我道歉 请你一定要将李树带回来 我为理他 静止走了 我杀顾与堂时 他也是这般下跪求饶 也是这般道歉 但道歉无用 所以我杀了他 那年 太子摔下马 伤重不治 顾与堂转头梁王 为服梁王一派的将领上位 梁王只是顾与堂 故意延误增援我父亲的军令 致使我父亲父辈受敌 身死沙场 连完整的尸骨都没找回来 陈家便这样一夜之间垮了 我母亲是已故太师之女 凭着这点旧情 方才保下她又我的性命 李玉却如毒蛇一般咬上了我 以我母亲威胁我 命我入郡主府做侍卫 不久后 我母亲郁郁而终 随她一起离去的 还有我那已成行 却没来得及出生的二妹 至此 陈家只剩我一人 梁王得势后 弃了顾与堂 他只能辞官回乡 我带着两个死士连夜赶路 跑死了三匹马 去杀顾与堂 我本来打算 只杀顾与堂一人 但一个丫鬟的尖叫 引来了顾家女 黑夜中 我还未看清来人 便挥出一剑 顿时 伸手易出 最不愿杀之人 已死在我的手上 其他的人也无关紧要了 我将顾家女的头和身体 用外衣包住 抱在怀中 对死士说 剩余的人杀了吧 一把火 将顾家那数十具尸体 埋葬于浓烟之中 山林也被我点燃 山火烧了数日 与顾家相关的一切 都变为了灰烬 顾家女的骨灰 被我带回了将军府 日日相对 或有愧疚 但年少那点情谊 终究是化为了灰 我领兵刚到西北那一夜 便有人来访 我将人领入帐中 他将东冒拉下 使刘明君领对贾生 李树已将宫中 不妨禁述吐露 贾生欣喜地说道 李树养尊处优惯了 让他开口 不过是几顿鞭子的事 贾生将李树所说 与我又复述了一遍 我盘算一番后 联系了金中的探子 贾生趁着夜色离开了 而后 我摆出阵势 立一兵莫马 我与匪军有来有回 打了几场 期间 与军中将领的密谈也未断 这些人大多与梁王有仇怨 备受打压 几番试探后 我们达成了一致 半月后 我称匪军有意交出礼数 与朝廷和谈受招安 皇上自经中派来了钦差 而快马家边赶来的 还有顾婉 抱歉 让你因我而受累奔波 我拉住顾婉 满是歉意 你有夫妻一体 不用抱歉 顾婉的脸上 写满了疲惫 自我出征后 将军府的每日动向 都被监视着 顾婉此趟出逃 着实不意 我陪钦差前往前线 与匪军和谈 匪军迎账中 贾生将钦差迎进账中 坐下后 两人开始讨价还价 就和谈招安仪式商议细节 钦差问起礼数现状 贾生道 无须担心 我们对贵客 向来是好好招待的 只待此番和谈有了结果 自会将其送回 钦差虽受良王之命 但见贾生一团和气 便不再就礼数一事纠缠 贾生与钦差的和谈 断断续续进行了多日 每次都谈得不错 却又在细枝末节的条件上有分歧 贾生将钦差招待得很好 那些细枝末节的分歧 钦差也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 于是 送回经中的信 直到和谈顺利 再过几日便有结果 几日后 多路匪军集结完毕 以清军策之名 直奔京城而去 朝野震动 人人皆知 各路匪军各自为政 此时 他们却集体行动 全部杀向京城 沿途没来得及设防 匪军如砍瓜切菜般 攻城掠地 京中早已自顾不暇 命我持援京城的军令送出去 也失声大喊 他们只当 我被匪军杀了 就在京中快忘了我的存在时 我带兵杀入宫中 老皇帝犯了心急 死在榻上 梁王带着家眷要逃 被扶兵擒回 梁王抖如筛糠 李玉则浑身是血 刚刚 梁王的妾室遇逃 被看守的士兵斩杀 血喷了他一声 他颤抖着问我 陈起 昔日我趁你家破 如你 欺你 是我该死 若我自枪 可否放我父兄一命 此时 我倒有些敬佩梁王对李玉的骄纵了 他对梁王昔日所为 竟是一无所知 你猜猜 梁王害我父亲性命时 可有心软 我看着 李玉那狼狈的模样 冷漠地说道 李玉满脸不可置信 陈将军分明是战死的 我冷冷看了他一眼 越过他 走向贪软在地的梁王 我将梁王绑在望柱上 换来弓箭手 将其乱箭刺死 李玉目睹了这一切 如被人抽魂夺破般 跌倒在地 李树已死在假生手里 如今 梁王一家只剩李玉 我将一杯酒 放在李玉面前 那年 你让我选 让我在母亲的性命 和入郡主府服侍 你之间选一个 今日 我也让你选 剃度为你入玄寺 守长明灯 亦或是这杯毒酒 李玉抬眼看我 眼里满是恨 那时 我不该要你入郡主府 我该杀了你的 可惜 我被年少时的那点 痴迷乱了心窍 我冷眼看着他 在我的注视下 他崩溃了 拿起毒酒一口饮尽 他口涂鲜血 厉鬼般瞪着我 陈起 我恨你 那年马场 你不该救我 我与李玉的交集 始于年少时的一次秋冽 我就下了即将坠马的他 却未承想 他的爱意与报答 便是将我踩到泥里 我换来侍卫 收拾一下 待眼下试了 将梁王一家葬了 就说梁王篡位 害死君王后 畏罪自杀了 宫中一片狼藉 我踏着血 走向了大殿 几日后 老皇帝下葬 我从皇室宗亲里 选了一名先天不足的质子继位 一切尘埃落定 我接回了顾安 他坐在马车上 我骑马在前 像极了最初接他回城时的样子 只是 此刻的 我已不必谨小慎微 也不必卑躬屈膝 再无人敢当着我的面打伤他 顾安的肚子 一天天大起来 我陪着他出诊 看他教授医术 京中的百姓 或许不知摄政将军的夫人顾安 但一定知人性一片的 姓林妙手顾安 那一年的冬天极冷 一场风寒 便带走了皇位上的孩子 葬下他后 我对朝中的清理 也以致尾声 我顺理成章地坐上了高位 而顾安 成了新朝的第一位皇后 我的孩子在春日里出生 我与顾安为他起名为春阳 那之后 顾安日渐衰弱 海棠挂过时 顾安突然来了兴致 他带着一群宫女 从海棠园里摘来海棠果 我与他在御膳房忙活了半日 制了一罐蜜剑 蜜剑可入口时 顾安已如风中残竹 我在天下广招神医 想要留住他 但收效甚微 那日是初冬的一个艳阳天 我陪顾安在御花园里晒太阳 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说 陈起 我要走了 他的手已瘦如枯柴 我知道 我要失去他了 是要回寝宫休息吗 日头太热了 不晒也好 我推你回去 我推着轮椅上的他 便要折头回去 陈起 我要回我的世界了 你过来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他握紧了我的手 我蹲下身 看着他 只觉得心脏近视刺痛 一直骗你 真的很抱歉 我虽也叫顾安 但我不是你年少时 爱慕的顾佳女孩 我来自另一个世界 你的爱意 是我回家的钥匙 所以我冒充了他 我知道 你爱的人不是我 我不想 你一直活在谎言里 顾安断断续续地说着 眼中含泪 我抱住了他 我知道你不是顾佳女 顾佳女是我亲手所杀 我又怎会不知 我爱的就是你 顾安有些吃惊 片刻后 他露出了笑 那你也骗了我 我们更不向歉了 我走后 你要照顾好春阳 我留给你的蜜饯 你省得些吃 顾安的声音越来越小 最终他死在了我的怀中 此后的日子里 我只觉时间越来越快 我忙于培养春阳 也忙于开疆阔土 隔出弊端 整顿立志 我竭尽所能 将一个稳固的天下 交到了春阳手中 当我感觉自己 时日不多时 天下已是盛世 多年来 我日夜祈祷 但顾宛都 未曾入我梦中 当死亡来临时 我坦然闭上了眼 这或许是我 见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